大家好,歡迎來到白仔魚摺紙 今天我們要摺的是這個 很簡單的二齒龍 因為我都很久沒拍這種簡單系列的摺紙 上一個簡單系列的摺紙就是摺一隻簡單的瓊魚 這隻就是我創立這部影片的時候 第一部影片是摺複雜的二齒龍 如果喜歡二齒龍的話 又是剛剛學懂摺紙或者剛剛想學摺紙的時候 可以學一下這隻 如果你喜歡二齒龍的話 可以讓你們認識多些摺紙的時候 才可以一起摺這隻 今天就開始摺這隻了 那我們是需要用這種紙的 一張這樣的藍色 或者你用不同色的單色紙、雙色紙都可以 不過雙色紙我覺得 個人覺得浪費了一點 因為這個全部都是單色紙 雙色紙 如果你外表上看都是沒有用到的 那都是用單色紙比較好一點 那我們怎樣把這張紙變成這張紙呢 就是把它變成一半 然後用隔斜的隔開它 或者你用剪刀也可以 或者你用剪刀也可以 這樣就變成一半張了 那我們用藍色紙摺先 就好看 然後再 Haned 你把那個北線上放上了 再次放上去 就好看 就好看 這樣子 就好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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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